这里是九龙堂的一间幼稚园 我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了 今天很开心回来母校探陈校监 跟他聊聊天 他是香港推动优质幼儿教育的先锋 陈宝勤校监从事教育工作超过40年 特别在幼儿教育方面 早就在70年代将香港的幼儿教育重新定位 主张游戏中学习 我从小到大在这里读书 就发现除了学校重视西方文化之外 都培养我们了解中国文化 我想我要讲讲我们学校的教学理念 我们叫做国际学校 现在周边我们也有很多国际学校 那些国际实际上是在外国带入来的 一些教学的课程 国际本身我认为应该是文化上的教育 那我就认为文化才带来这个国际的意识 那你会看到你们都感觉到学校里面 但是中文和英文都随时都在教育 好像班主人那样 都有一个中文班主人和英文班主人 对 陈校监以前在美国读书是主修教育的 我有位在学校徒高中的学校 或者是学校针认 做了很多年多二十年 很好讲 我认为这三年 学校徒高中的有 maior教育 校徒高中的男学 我认为六年 我第一次认识了书中学校 是比养和比文化 我非常感激 每个学校在两个学校 孩子们在玩、聊、玩、玩、笑 但在两个语言中 我的母校是一间国际学校 但是不单止我们的学生是来自世界各地 我们的老师都是来自很多不同地方 有很多是来自欧美 我记得教我艺术那位老师是南非 我的最爱教授是一对夫妇 他们就是印度 我们主要是用英语教学 不过学校都很重视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 上中文课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普通话上 所以多元文化和两文三语 就是我母校的特色